一个多星期前 美国康乃迪克州才发生客运列车出轨导致70多人受伤 5月25日 美国密苏里州又发生两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 并且撞上桥墩导致桥梁坍塌 7人受伤 位于密苏里州东南部的乡间小镇查非 5月25日凌晨20 30分 发生货运火车相撞事故 超过20节车厢出轨并撞上桥墩 导致桥梁倒塌 7人受伤 分别是两名火车上人员和高架桥上两辆车里的5个人 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两辆火车的数据和影像已经被送往华盛顿进行分析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